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咱们的一个函数基本性质是机偶性 那我们就来先看一下1这个部分 那么首先看一下就是机偶性的一个引路 就是图像的直观 那么其实机偶性这个东西呢 大家不会很陌生 咱们在初中阶段呢 就接触过 只不过那个我们不叫机偶性 而是什么 而是一个图像的一个关于某些点或者某些轴的一个对称 那么相应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比如说y等于x平方 然后呢 y等于x的绝对值 那么相应的这样一些函数图像 我相信大家应该不是很陌生吧 比如说x平方的图像是怎样的 OK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y等于x绝对值呢 它的图像是这样的 对吧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两个函数它都会具有一个共横的特点 就是关于我们的y轴对称 也就是两个横坐标或者两个资边量如果说相加为0的话 那么它们的函数值是什么 是相等的 对不对 那么OK 我们把这样的关于y轴对称的函数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做O函数 如果说一个函数呢 关于y轴对称那么相应的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O函数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就是O函数到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什么是G呢 G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图像如果关于我们的圆点 也就是00这个点对称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y等于x 我们的y等于x分的1 那么这两个图像就会关于什么 我们的圆点对称 比如说y等于x的话是这样一条直线 对吧 然后呢 y等于x分的1是两条什么 两条曲线这样的 那么它们两个都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我们这个图像关于什么 关于圆点对称 那么这样的关于圆点对称的函数 我们叫什么 叫做G函数 大指引 我们这方可能举例的时候呢 用的是一些我们非常常见对吧 基本的函数 那么如果大家以后看到可能各种各样复杂函数时候 那么可能是一些什么 一些分段函数 或者说是一些我们后面会学到函数 那么相应的那个地方 它的图像如果说关于Y轴 或者关于圆点对称的话 也会呢 具备这样一个具有性 因为这个地方会涉及到我们后面 会有一类问题 就是给你一个函数解释式 然后呢判断这个函数到底是G函数 还是偶函数 还是非G fail 那么相应的这一块图像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么画图 然后看一下这个图像是否关于Y轴 或者说圆点对称 OK吗 好的 那么接着我们这样一个什么 从一个图像的直观来理解一下 G函数和偶函数 它所具备的一个什么 基本的情况 就是关于Y轴对称 或者说关于圆点对称 那么相应的这个地方 我们不单要有这个图像的直观理解 我们很多时候在高中数学这一块呢 都会要求大家有一个什么 抽象的代数式的一个什么 一个描述 那么相应的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严格的定义 来 我们先看第一个G函数 如果对于函数Fx的定义D内 任意一个x都有-x属于D 也就是说你从这个定义D里面 你随便取出一个x 那么相应的都会有一个-x 它也在D里面 那么我先问一下各位同学 这样一句话 它能够揭示出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定义D 它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就是我x在你D里面 那么相应的我的好兄弟 对吧 -x呢 也会在你的D里面 那么这个到底代表一个什么含义呢 比如说我给大家写几个区间 大家来感觉一下 就是这个D是否满足条件 比如说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来 比如说我这张写的 一二三四五 对吧 这样五个区间 你们快速的判断一下 哪个区间是OK的 哪个区间是不OK的 比如说第一个 -1到1 然后呢 -1和1都是B区间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D满足条件吗 你稍微的想象一下 就是无论你这个x 取之-1到1的里面 哪一个数 我们这个地方 x是不是一定在里面 你取x等于1 那么相应的-1在 你取x等于1 那么相应的-1会在 你取x等于0 那么相应的-x是-0 它也会在 所以说第一个是OK的 对吧 第二个呢 -1到0并上0到1 其中-1 0和1 都是什么 都是开取间 那么相应的 这个会满足条件吗 你发现也是OK的吧 对不对 那么相应的第三个呢 2到3 OK吗 你发现这个时候 就不行了吧 为什么呀 比如说 你这个2.5 是在我们的D里面的 但是你的-2.5 不在我们的D里面 所以相应的第三个 是个不行 对吧 那么第四个可以吗 第四个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逆3 你旁边的数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3.1 3.2 3.3 它都在我们的D里面 那么相应的 它的相反数 -3.3 -3.2和-3.1 是不是也会在我们的D里面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3.5 在我们的D里面 那么相应的 -3.5放哪去了 跑这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这地方 第四个也是对 第五个 -2到2 只不过这个地方 -2是取P取间 2呢是取开取间 那么这个在不在里面 是不是呢 就你看啊 就是 -2 是在D里面的 对吧 但是它的相反 是R 怎么样 不在D里面 所以这个呢 也不会是满足条件的吧 那么好了 通过这样五个例子 大家有没有感觉说 如果说一个G函数 或者说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地方 偶函数的要求 就是前半端的要求 也是完全一样吧 也是任意的X 都会有什么 都有负X属于D 那么你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 七函数和偶函数 怎么 它的一个定义 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你会发现这五个呢 有三个可以 有两个不行 那么相应的 要满足什么条件 就是 如果我们以一个 竖轴来看待的话 对吧 这样一个竖轴 这是什么 这是竖轴中间那个点 对吧 原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定义 这个D这个区间 你都可以往这个竖轴上标 比如说我们的 负1到1呢 是这样的 对吧 我们的负1到0 并上0到1呢 是这样的 对吧 我们的2到3呢 是这边 我们的负4到负3 并上一个3到4呢 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定义D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它应该具备的条件是 关于我们这样一个圆点 就是数字上 这样一个圆点 是对称的 无论是负1到1 还是负1到0 并上0到1 还是负4到负3 并上3到4 它都会关于中间这个点 怎么样 对称 对吧 那么相应的 我们的2到3也好 我们的负2到2也好 它都不会关于它对称 所以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就是 定义 哦不是 基函数和5函数的定义 要关于圆点对称 对吧 OK 好 这是新的条件 那么当满足这样一个定义 关于圆点对称以后呢 如果 这两个 自边量 x和负x的 函数值 满足 f负x等于 负r负x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个地方 其实带到什么 还要讲 就是x和负x 两个点对应的函数值 是互为相反数 那么相应的 我们就说 这个函数呢 是一个 g函数 如果说 它这两个函数 值是相等 你会发现 这个方式吗 就是一个 o函数 对吧 那么这个其实也可以 对应到我们这样一个图像上 来 直观的理解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过 就是 如果这个函数 关于什么 关于我们的 y轴对称的话 那么相应的 这边有一个点是xy 那么对称过来 这个点就是什么 就是 负x y 对吧 那么好 由于这个地方是 关于y轴对称的 所以无论是这个点也好 还是这个点也好 怎么办 都会在我们的函数上 对吧 所以它就会满足 y等于fx 就是利用这个点 在函数上 那么同时 这个点也会在函数上 所以呢 y等于f 负x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是不是就相等了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的偶函数 也就是关于y轴对称 那么相应的 如果说是关于 原点对称 对吧 这方有个点xy 它在我们的什么 在我们的函数图像上 那么相应的 它关于原点的对称点 也一定会在我们的 函数图像上 对不对 那么xy 关于原点的对称点 是什么点 就这时候我们就 相对来说 我们就抽象一点 我们就不去怎么 画这个函数的图像了 就是这两个点 一定会同时 在函数图像上 对不对 那么所以这个地方 把两个点坐标 往什么 往函数解析式当中带 会得到什么结果 y等于fx 然后呢 负y等于f负x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 你再把y等于fx 往这里面带 就会得到什么 f负x等于负fx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得到什么 G函数 还有偶函数 它所要满足于什么 表达式 就是 只要是一个G函数 那么相应的 它的函数解析式呢 一定要满到这个条件 对吧 只要是个偶函数 那么相应它的函数解析式呢 一定要满到这个条件 对不对 那么不妨我们可以拿一些 我们非常熟悉的什么 这样一个G函数 偶函数呢 来快速的验算一下 就是 比如说fx等于x平方 对吧 这是我们知道的偶函数 关于Y的对称 那么好了 f负x等于啥呢 f负x等于啥呢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会是考察一点点 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个什么 复合函数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对于它来说 f这个映射是直接作用于什么 负x的 对不对 那么它直接作用于负x的话 那么相应的 你需要把负x的整体 当做一个什么 当做一个资源量网式上面带 对不对 所以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负x扣号的平方 就刚好等于x平方 你会发现 OK 无论是从抽象的图像考虑 还是如果从具体的函数解析式考虑 我们都会满足偶函数是这个 对吧 那么同样的这个地方 如果fx等于一个x分之一 我们都知道 这个家伙是关于原点最称 也就是我们的击函数 对吧 那么f负x是什么 f负x就会等于什么 等于负x分之一 也就是负x分之一 然后x分之一呢 等于fx 所以是负fx 对吧 所以就会得到f负x等于负fx 那么相应的这个地方 我们又论证了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击函数 对吧 那么好了 这个地方又从来会说 老师你讲这么久 这一个定义有啥用呢 就大家注意 我们后面会碰到一类问题 就是证明或推导一个函数 什么 击偶性 那我们刚才在讲图像的时候 说你如果能够画出 它的一个直观图像 然后看清楚它是什么 它是关于我们的x轴 或者关于我们的y轴 或者关于我们的原点对称的话 那么ok这个地方 就给搞定了 对不对 但是有些函数图像 可能我们现阶段 没有办法去画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需要借助 这个击偶性的一个定义 就是你严格的什么 从这样一个定义是 它也好 或者它也好呢 去推导这样一个什么 函数的击偶性 ok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函数击偶性的特点 或者说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注意的点 以及我们这个地方击偶性 有怎样的一个应用 那么首先第一个 老师摆在第一位的就是什么 就是函数的定义 关于原点对称 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在后面去判断 函数击偶性的时候 如果这个地方函数定义 不关于原点对称 那么相应的 你后面就不用考虑了 注意啊 函数定义 如果说不关于原点对称的话 那么你后面就完全不需要去考虑了 明白什么意思吧 因为你这边会存在于 一个X属于D 但是它的什么 它的好伙伴 4X呢 不在D里面 那么这地方是不是就没法动了 ok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是函数既偶性是全局性质 我们一般来怎么 在整个定义里面来考察 就类似 这个地方就要和我们的 单调性进行一个区分了 我们在良心里面来讲过 就是单调性往往是什么 往往是一个局部性质 它也可以是全局性质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这个地方 我们描绘单调性都会说 它在它的什么 一个区间 比如说Y等于X平方 它是在零到之用重大上什么 是一个单调地增 然后在负物上到零是一个单调地增 那么无论是零到之用重大 还是负物上到零 都是我们这样一个X平方函数 定义R的一个子区间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很多时候 G有性能我们研究什么 研究是这个函数的一个 整个定义的一个情况 所以是一个全局性质 OK 第三个 就是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非常的重要 就是在X等于零处 有D的G函数FX 一定会有F0等于零 也就是说 甭管你的函数解析式是啥 或者说 有没有给我们函数解析式 因为我们后面会遇到一些抽象函数问题 就没有给你函数解析式 明白吗 我们到后面会看 就是这个地方 甭管有没有函数解析式 或者说你的函数解析式到底是啥 只要你这个函数是个G函数 并且在零这个地方有定义 那么F0一定等于零 为啥呢 为啥F0等于零 能不能想清楚 能不能想出来 我们来看 G函数定义是F-X等于什么 等于F-X 那么好了 这个应该是对于你这个定义里面的 所有X都会成立吧 那么既然都会成立的话 所以你可以把S等于零往里面带 会知道什么 F0等于什么 F0 所以呢 F0等于负F0 那么F0等于负F0的话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F0等于零 因为你可以得到两倍的F0等于零 所以F0等于零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导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零有定义 那么OK 它怎么 它就一定会是等于零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第四个 就是机偶性的一个主要应用呢 会在哪呢 就是解析式的一个转换 还有图像的一个转换 那么图像的转换 我相信大家应该没什么猜到 就是很多时候 你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这样一个机偶性的一个对称性 你知道一边的情况 那么相应的另外一边情况 是不是也就知道了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它是一个偶含数 然后呢 你知道它在第一向性的图像呢 是这样的 那么好了 第二向性的图像是多 是不是这样 因为是偶含数嘛 对吧 如果它是个机函数呢 那么你知道它在第一向性的图像 你还会知道谁 你还会知道 它在第三向性的图像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你可以根据这样一个对称性的 来把这个图像进行一个转换 那么这个很多时候 我们会在后面去讲 函数性质的一个综合应用那一块 我们再去讲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解析式的转化呢 这个地方我们会在下节目给大家讲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机偶性 比如说它是一个机函数 或者说是一个偶函数 对吧 然后你知道x大于0的什么 解析式 那么相应的问你 x小零的解析式是多少 怎么办呢 对吧 就是会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好 我们把这个基本的概念呢 给大家铺垫完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怎么 最常见的就是 判断函数的机偶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有总共11道题 如果我们有记错的话 OK好 11道题 能够全做对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就是能够把11道题全做对 还是要非常点一个赞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每道题吧 第一个 fx等于x平方 然后注意这个括号内呢 是fxx们 属于负1到1 其中负1是取开 1是取币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 g函数呢 还是偶函数呢 还是飞机负偶呢 那么这个地方首先定义就不对称吧 所以是个什么 所以是一个飞机负偶 OK第二个 fx等于0 然后x是属于负1到1 那么相应的这个地方 y等于0是什么 是我们的x轴 那么它其实选择我们这样的什么 x轴上的负1到1这样一段什么 这样一个区间 对吧 那么它是既然说来的偶尔是飞机负偶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严格的来说的话 它应该什么 它应该既是g函数又是偶函数 想一想 因为它首先满足定义官员的对称 对吧 其次fx等于f-x和fx等于-f-x呢 它都会满足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 既是g函数又是偶函数 对吧 OK 既是g函数又是偶函数 而第三个 首先它定义是什么 定义是x不等于1 那么它是在r上把1给挖掉 那么剩下这个定义会关于远远对称 你发现不行吧 为啥呢 负1是在这个什么 定义里面的 如果它关于我们的圆点对称的话 那么意味着我们的1也要在定义里面 那么很显然这个地方是不满足 对吧 所以它什么 它是fade and fail OK 我们的第四题和第五题 老师觉得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第四题和第五题 来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做对了 来第四题是什么 函数 第四题首先这个地方你要求一下定义吧 那求定义的话 我相信大家现在肯定不是很陌生 因为什么 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根号 那么要满足什么呢 x-1大一点0 1-x大一点0 那么上面会推出x大一点1 下面会推出x小一点1 那么OK它的定义是啥 它的定义是x等于1 所以它的定义呢是x等于1 那么很显然这样一个单点的定义 它不可能关于我们的什么 圆点对称吧 就是说这个定义是不关于圆点对称的 对不对 OK好 这是我们什么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 它是非机费用 那么这方可能会有 有这样的疑问 就是单点的定义 如果说这个定义是啥呢 是我们这样一个就是0 那么它会不会关于我们的圆点对称 比如说就是这样一个函数 根号x 加上一个什么 根号-x 这家伙是G函数还是O函数 还是非机费O 还是G函O 那么你会发现它的定义是x大一点0 然后-x大一点0会得到x等于0 对吧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单点的一个定义 就只有那个0 那么注意啊 如果说是一个单点值定义呢 我们从一个对称性的考虑的话 它也是没有对称性的 也是没有对称性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函数怎么样 它是什么 其实就是00 那么它什么 它是非机费O 它是没有对称性的 OK好 我们来看第五个 第五个的话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是我们这样一个 就是1减x平方大一点0 然后x平方减1大一点0 那么利用这两个 你可以推出我们x平方怎么样 等于1 对吧 那么你得到x平方等于1以后 就意味着 它的定义是什么 是-1和1这两个什么 这两个值 那么最后我们的函数值 是等于0的 然后定义是-1和1这两个值 那么相应的 它是什么函数呢 首先定义关于原点对称 注意啊 -1和1是关于原点对称的吧 然后相应的函数值呢 是等于0 所以它什么 它既可以是我们的 机函数 也可以是我们的什么 欧函数 因为函数值为0嘛 所以无论是f-x等于fx 还是f-x等于-fx 它都会满足 因为两边全都是0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些方式 即使既然数也是欧函数 那么注意 这样一个定义啊 -1 1 1栏是关于原点对称 OK吗 好 不知道前五个各位同学 你们对了几个啊 就是要做对呢 还是很不容易的 来我们看第六个 第六个说我们这地方 f-x等于f-x的一方 加x的绝对值 然后出一个根换 x平方减一 那么首先要看定义吧 那么定义是啥呢 x平方减一大于零 x平方大于一 那么解出来就是 负重大到负一 并上什么 一到中穷 那么这个地方 肯定是关于原点对称的 对吧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相应的 它是鸡还是偶 还是非鸡非偶呢 那么好了 我们请问说过 你可以有两种方法 第一 画图像 第二呢 直接我们这样一个定义式 来进一个判断 对吧 那我相信大家看到 这样一个表达是 应该没有多少 从而有欲望去画图像 因为是一个什么 绝对值除以一个根式 这个绝对值里面呢 还是一个最高次三次方 根式里面的最高次 是一个平方 那么这个图像 咱们现阶段是 没有办法画的 所以这怎么办 所以这方你就 老老实实的怎么办 就利用定义式 就是去寻找 这两个家伙 之间什么关系 如果相等 就是偶函数 如果互相反数 就是G函数 如果G不相等 也不互相反数呢 就非G fail 对吧 那么好了 这里方F-X 我们再进去算一下 会得到什么结果 会等于一个 负X的立方 然后加上一个负X 然后绝对值 除一个什么呢 下面根是 负X括号的平方 就是X平方 然后再减一 对吧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分子 的负X立方 可以变什么 负号出来 对吧 负X立方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负X 那么我们的分子 又可以整体 提出一个负1出来 会得到什么结果 X立方 加X 除以什么 根号X平方 加1 你会发现 这样变 变完以后 我们这个 F-X和F-X 是完全相等的情况 所以呢 这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 欧海书